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能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 Long Laura and Long Alpaca for Long Contacts, Large Language Models 我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陈奕康 然后这篇文章是由我和我的同学 然后还有和MIT的一些合作者 然后还有和英伟达的合作者 然后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这篇文章我会先用第一页slides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主要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宏观的了解 这篇文章的核心的名称是Long Laura 然后它的一个意思是去快速的 然后把一个大语言模型从一个短文本的状态 翻转成一个长的文本的状态 然后这是我们文章所做的主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短短和长短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值观的介绍 比如说对于一个很长的小说 然后像哈里波特这种一个很长小说 然后它的token数有很多 然后我如果我们直接把它位给Lama2的话 Lama2它是一个现在来说比较乌润的 然后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baseline 然后它的contest length是4k就是4096个token 然后因为这本书的长度是远大于它的contest这个能力的 然后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加上书的内容去位给它的话 然后它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比较好的回答了 然后大概率是会给出一个很离谱的回答 然后或者是输出为空 然后这是一个短文本的模型 然后处理长文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我们想去把一个短文本的大元模型去翻译成长文本的话 然后让它去能够去阅读一个很长的小说的话 然后在传统的方法里面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不翻吞就是全量翻吞 一般来说是需要很大量的机械 就比如说像Google的Longlama 然后他们是用了128块tpu 然后来去翻吞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 然后对于大部分的实验师和研究者来说 基本上都是很难承受的 然后这是全量翻吞的这样的一个baseline的 它这样的一个代价 然后而我们这篇文章Longlaura 然后所做的事情是一个efficient的翻吞 就是快速的翻吞 然后快速的用尽可能少的计算资源 然后和时间把一个大元模型 从一个短文本的状态翻吞成一个长文本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在Longlaura里面 可以把大元模型一个70B的700亿参数的Lama2 然后从一个4K的长度翻吞到32K 然后只用一台8卡的A100的机器 然后这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能做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具体的一些实验结果和方法 然后大概是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去压缩它的GPU的显存的消耗 然后让它能够用尽可能的卡 尽可能少的卡 然后去来去玩这贩罪这件事情 然后同时不去损失这样的一个精度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目标和结果 然后此外具体的方法呢 然后核心就是SPAS的Attention 然后待会我回去仔细介绍这个SPAS的Attention具体能够去怎么设计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Longlaura的改进 然后这是我们做的方法部分的一个事情 然后对于数据方面 然后我们也自己去收集了一个FST 就是SuperwiseFantuin 然后所用的这样一个QA的数据集 然后因为这样一个数据集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做对话 做常文本的对话 然后这是我们所在这篇文章里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到此为止呢 然后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对于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主要的去分享一下 像我们所训练出来这个模型 然后都能够完成哪些事情 然后这是现有一个宏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然后以防大家我一上来就去讲这个具体的方法细节 然后没有那么的interesting吧 然后会变得有些枯燥 然后我这里先给大家展示一些文章的最后的模型 然后所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demo 然后首先是一个13B的模型 然后我们训练出来这个模型 它可以去读一些paper 然后像正常的我们投会议论文的这种paper 然后可以让它去根据这个paper的内容 然后以及我们还会给一个审稿的guideline 然后让它去给文章去提一些意见 然后这个意见呢能够让我们帮助这篇文章有更高的概率去接收 然后它会根据这个文章里面的和一些写作的内容 然后去给出一些具体的意见 然后包括去clarify contribution 然后the novelty 然后以及提供更多的实验结果 然后这里具体去补哪些实验的数据集 然后哪些metric 然后都会去有一个清晰的说明和建议 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去讨论一些future direction 然后未来的方向 然后这也是能让文章变得更加的interesting和solid 然后这是它对于文章的一个分析 然后此外呢它还可以做一些更复杂的操作 然后也是在这个文章里面 然后包括这两篇文章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同时给它两篇文章 然后一篇是一篇cvpr的文章 一篇cv方向的文章 然后另外一篇是一篇 SLR的这样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方向的paper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去分析这两篇文章 然后对于这个不同的会议 然后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 然后它会给出的一些 回答是包括从cvpr的格式的角度 然后还有就是写作的深度和理论的分析 然后它会去说像cvpr会更注重实验和这种具体的细节 然后像scr会更注重理论分析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此外它还有一些别的可以做的事情 就除了读paper以外 然后这里是我搜集了一个世界货币组织 然后他们发布的每三个月每季度一个财政报告 然后是从2006年一直到2023年 就是去年的这样的一些财政报告 然后它会去根据这个财政报告做一些分析 然后这里给它提的一个问题是 让它去预测一下未来的经济走势 然后它会去根据财政报告里面的内容 然后去预测一些增长率 然后还有通胀率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经济复苏方面所受到的影响 包括这个新冠的一些后遗症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潜在的风险等等 然后它会做出根据自己的一个知识库 然后再结合这样的一个很长的context 然后去给出一些具体的分析 然后此外它还可以去阅读一个小说 然后包括这个三体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 直观和常见的例子了 就是三体这个小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也都听说过 然后这个例子是为什么叶文杰会去联系外星人 然后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会在最后后悔 然后他会去根据书文里面的内容 然后去回答一些答案 然后这里包括叶文杰他去联系外星人的原因 然后他太理想主义了 然后他相信外星人是一个更高等的文明 然后会去帮助人类fix自身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出于复仇 他为了向人类 然后还有就是像去杀死他父亲的那些红卫兵去复仇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复仇的心理 而他后悔的原因主要包括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外星人是来发动侵略的 然后还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社会的变化 然后他去感受到了这个人性的美好 然后以及他意识到了这个 就是这个侵略的这样一个性质吧 然后都是一些具体的分析 然后这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小说的例子 然后来去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长本 他所能带过来的一些效果 这里还有一个对比的例子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识到说 像三体这本小说 这么知名的小说 可能在模型的预训练的过程中 然后可能大概率是见过的 然后这里的一个对比是 如果我们不再去提问的过程中 把这个模型 把这本书去喂给这个模型 而是直接告诉他这样的一个title 然后去问我们这个LAMA2的 去问这个Baseline的LAMA2的模型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 它本来就是一个短本的问题 就可以直接去问LAMA2的chat模型 然后他给出的回答会没有那么具体 然后同时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直接和细致 就是他的回答会去先去主要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然后也会去介绍一下这本书 然后但是这些 他所谓的介绍呢 然后跟问题的本身 没有那么的具体的直接的关系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对比 然后来展示了一下这个Long Context这件事情 它所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吧 然后到此为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像Long Context这个模型 这个能力然后能够对于大原模型来说 所带来的一些效果和一些Demo 然后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 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具体的方法 然后Long Lora就是我们是怎么样 从把一个大原模型从一个短本的状态 然后快速的用尽可能少的机器和资源 然后去翻吞成一个长本的大原模型的 然后在此呢 就是我知道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然后已经不是我们刚刚当时刚去做这个工作的一个 像去年的90月份 就是刚放出来这个工作那个时候了 就现在的大原模型 长本大原模型 然后也已经非常多了 然后像什么Kemia 然后像Cloud 然后像GP4 然后他们效果都很好 就是都会能够处理很长的文本 然后在此呢 就是我们的contribution 主要的意义是能够去很快速的做fine tune 就用可能尽可能少的资源这件事情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使用这项技术 然后能更多的人他有更这种没有那么多计算资源 然后也能去有训练自己一个自己的一个长本的大原模型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然后我们的模型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像Kemia 像Cloud 然后像GP4那种已经很商业化很成功的这种API去对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里呢 我们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一个是结构层面的一个改进 然后这里是叫Shift Spot Atten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Training方面的一个改进 这个Enhanced Laura 因为我们名字叫Lon Laura 然后自然对Low Rank Attemptation 然后Laura这件事情做了一定的改进 然后这里我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Spot Attention 是具体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它的一个设计方法是很直观的 OK 在介绍Spot Attention之前 我们先需要好明确一件事情 就是对于长文文大原模型来说 它的计算量的复杂度 基本上大部分来说是集中在它的Tenchant的计算 因为只要对大家对Self Attention比较了解的话 就知道它的这个计算量是N方的 然后当这个N的长度 也就是它文本的长度很大的时候 然后这个N方的计算量是一个很大的计算量 然后会让它的速度和显存的消耗都有更大的这样的开销 然后所以说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这个Spot Attention 也就是去尽可能的把这个Tenchant的运算给压下来 那具体我们是怎么压下来的呢 这里我做了一个不同Pattern的设计 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输入32K长度的这样一个文本 我可以按照这个图来说我是给它分成了四个Group 然后在这四个Group里面呢 然后我对于它每个Group的话 我可以有一个8K的长度 然后我只在这8K里面去做Self Attention 那这样的话不就变成了四个8K的小的这样一个Self Attention的运算 它相比于32K的平方肯定是要小很多的 然后这是核心来说能够节省计算量的原因 但是这么做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仅看这个Pattern1 这个图来说它肯定是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它把Otent的计算给限制在自己的Group内部的 然后它Group和Group之间就失去了信息的交流 然后所以说我们又引入了另外一个Otent的计算的Pattern 就是对于这个Pattern2 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个Group的划分来说 然后我们把它分组的起点 然后往后又引了半个Group 就是从第一个Group的中间 然后往后又引了半个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种 同时使用Pattern1和Pattern2的话 就可以有一种红色和蓝色的信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然后它们就是有Orlap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这里的核心呢 就是有点类似于像Swing Transformer 就是像CV里面比较著名的Swing Transformer一样 就是去给它Shift这样的一个Group的形式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方法里面能够去节省 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而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个Shift Sparse Attention 它是非常好实现的 就是它的核心代码 其实只需要这三行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就包括 其实呢 就是第一步是去分Group 然后之后再去Shift这个Attention 然后最后是这个Reshape 然后Reshape的核心的意思是 我们把Group这个维度去Reshape到Batch这个维度上面去 然后只要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是这三个步骤 其实都可以用这一行代码去完成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Reshape之后的Tensor 然后用一个标准的SelfAttention的Function 然后这里可以是FlashAttention的Function 然后也可以是PyTouchModern的Function 然后来去做这样的运算 然后它是非常好写 很方便 然后代价也很低的 然后这样的一套一个代码吧 然后来去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法 就是能够比较简单有效的去完成这件事情的原因 然后到此为止呢 然后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Shift SparseAttention具体的做法 然后它的好处是速度快 然后同时还能够去兼容像FlashAttention 然后像一些标准的FlashAttention的加速库 然后这是它的好处 然后这里我们才对比了很多其他的EfficientAttention的实现 然后这里包括像DeleteAttention 然后BlockSparseAttention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Spread的SparseAttention 然后这些它都有各自的好处和不足吧 然后总的来说我们对比了之后发现还是我们自己设计设计的这种Shift SparseAttention 效果会好很多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和分析 然后这里对比分析的Baseline 包括这种BlockSparseAttention 然后包括DeleteAttention 然后还有这种StressSparseAttention 然后这里为什么我们的效果能够更好的一个核心原因 然后在这里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这个Tension 因为大元模型它是有Pretrain Weight的 然后在Pretrain的时候呢 它默认用的是短文本的FootTension的这样的一个运算 而我们这种Shift的形式 它其实在核心的Inference阶段的 它在它Train的过程中 然后这种核心的Function 还是维持了一个原有的SelfTension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所以说它的兼容性会比较高 然后这也是可能是它的效果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然后此外再到此为止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ShiftSparseAttention 的Attention方面的一个改进 然后之后呢 然后这里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叫EnhancedLaura 这样一个改进点 然后对于Laura来说是LowRangAdaptation 然后大家如果做大元模型方向 或者做DiffusionModel啊 然后或者说做什么CountryNet 肯定知道这个Laura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是一个低质的 呃模型的Fantune 然后它是在SelfTension的 默认来说是在SelfTension的QKV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包盘 Output的Linear层上面 然后去加入一个低质的分解 然后这个低质的分解呢 然后它的微调的参数量 是相比于它原有的GrayTune Weight 要小很多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然后也是它为什么能够去加速 能够去省显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然后这里我们如果直接把Laura这个方法去用过来的话 然后是这条橙色的曲线 它的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它的Fantune的呃量是比较小的 然后它不能够很好的把一个模型transfer的更好 然后随着它context的Fantune的context更长 然后它效果是会有一个变差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通过了一系列的实验 发现在Laura的技术上面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打开 Input Embedding 然后和Normalization的层 然后能够让它的效果变得更好 呃这里可以表示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曲线 然后它可以去维持到这个Proplexity 逼近这个Fantune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是对于我们的 呃Laura的一个改进 然后结合上刚刚所说的这两点 一个是Shift Sparse Atten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Laura 然后就能够去完成LanLaura这样的一个方法设计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方法的基础上面 然后去做了大量的实验 然后包括呃这样的一个Proplexity的统计 然后我们在Red Pajama上面去做了Fantune 然后之后把模型extend到更长 对于7B的模型我们可以extend到100K 也就是10万这样的一个量级的token 然后对于32对于70B的这样的模型 然后可以extend到32K这样的一个长度的量级 然后呃他们的困惑度都不会有一个 在extend完之后呢都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 然后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精度和效果 之后除了这种传统的Proplexity的统计以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别的呃实验验证 然后包括这里检索的任务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Pathkey Treewall的实验 然后我们可以从一个很长的Long Context里面去检索出来 它的这样的一个精度 可以基本上来说对于它模型Fantune过的呃长度以内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的100%的这样的一个检索 然后这个检索的任务时我们可以在一个很长的Context里面去插入一个Pathkey 然后这个Pathkey可能是一个number 然后之后在文章的最后呢 然后在它输出端让它去预测出来 让它再去回归出来这个Pathkey是什么 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检索的任务 除了上述的这种实验以外 然后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实验验证 然后这里有一个呃比较公开的benchmark 然后叫Long Bench 然后这benchmark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benchmark 然后它里面包含了像呃一个单独文章 单独文档的QA Single Doc QA 然后还有Multi Doc QA 然后还有一些Summarization的任务 然后还有就是FureShot Learning 和Coding 然后还有就是合成 然后这种任务 然后这里是一个average的统计量 然后可以看出我们的模型 7B模型的效果 基本上可以呃比大部分开源的 这样的模型的效果都要好 然后但是比GPT3.5的API要差一些 然后他的一刻 然后待会我再说就是这个这个模型是怎么怎么样训练的 然后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有的evaluation的benchmark 然后这个Eval是香港大学团队 然后他们所放出来的一个benchmark 然后也是Long Context的一个比较好的benchmark吧 然后相对Long Bench来说 就是Long Bench它的内容 呃大多数是一个close site的 就是他的问题和答案是在benchmark里面构建的比较好 然后对于L Eval来说 他的核心是呃他有一个特色是他他可以去和模型做一个win rate 就是对比然后这里对比的是GPT3.5 然后我们用GPT4的API去把我们模型的输出 然后去和GPT3.5的输出去做对比 然后这里可以看出呃我们模型的结果 也是可以比大部分开元的模型这种超原本的大元模型 然后在这个win rate上面有一个明显的涨点 然后这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说完了他的结果的好的地方 然后这里我要去强调一下 为什么能够掉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因为核心上来说 我们的方法其实他只是做了一个加速呃 寄存量的节省 然后他并不会按理来说 他并不会超过Bistline了 这里的他所带来的好处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数据层面 就是方法在大元模型这个方向和领域吧 然后发展了这么久 然后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出来 数据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除了呃方法本身 然后和模型参加本身来说 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可能这些不同的模型 然后他们在数据上面去用了不同的数据 然后可能导致他们的差异很大 然后那对于我们的方法来说 我们是怎么样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数据集呢 然后这是我叫今天接下来去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我们去构建了一个像Long Alpaca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因为当时来说在呃去年八九月份 就是我们再去投稿SR的这个阶段 是还没有一个公开的 然后长本的QA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就是为什么长本的之前来说 长本的训练基本上会沿用pre-tune的训练 就是一个不是对话形式的不是FST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这样训练的模型 它在对话的能力上面是比较欠缺的 就是虽然它能够很好的理解出来长本的内容 但是在它说话的呃和人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种FST的形式然后是不够好的 然后所以我们去构建了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QA 长本的长的问题的QA的这样一个对话 然后我们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主要包括呃这种书本的根据book的问答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summarization 一些总结 然后还有就是我一开始所展示的这种根据paper 就是一篇呃会议的论文呢 然后所构建出来的这种申告意见 然后这种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文档的分析 然后我们还加入了一些短文文的QA 然后这是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一个模型只用长文文的QA去做和问答的话 然后它在短文文方面的能力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入一个短文文的 就是有3K左右吧 短文文的QA就是有四分之一呃个问题 然后是短文文的QA 然后有9K就是有四分之三的呃问题是长文的QA 然后我们通过调了这样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来把我们的模型的效果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具体这个数据集是怎么构建的呢 然后我们主要是从网上去下载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呃这种公开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然后从里面去提取这种比较有价值质量比较高的数据的内容 然后我们训练一个OCR的模型 然后从各种各样的PDF里面去抠出来这些text图 因为大部分的PDF可能有的PDF它不会提供Latex的原码嘛 然后所以只能从P呃只能从这个PDF里面去抠这些字 然后之后我们再去有一定的人工的refin的过程 然后来去把它的内容变得更完善 然后去删除一些质量不太好的PDF和内容 然后这是我们构建这个数据集的一个呃整个的过程吧 然后它虽然这里听起来挺枯燥的 但是它主要还是整个的这种后期的浪尔帕克的模型的效果 好坏的一个直接的因素 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里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展示 然后这是包括呃一个模型的审稿 我们可以直接把一篇会议论文去给到浪尔帕克这个模型 然后让他去做一个审稿 然后他会给用户去提供出来 根据这个审稿的一个呃guideline 然后去做一个summary 然后之后去给出一个strong point 然后还有bit point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分析的原因 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呃QA 然后有了这个工具 其实就可以用它 然后帮助大家去快速的去了解一个论文的优缺点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提一些相应的问题 然后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经济学上的这样的一个example 就是还是我给他的一个经济学的报告 然后这个报告的内容是呃我刚刚所说的这种世界货币组织 然后他们所发布的一个呃这种财政的分析的报告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报告让他去呃对比就是2023年和2008年这种次财危机形式的这种经济的情况的分析 然后他会给出具体的数字 包括世界的呃这种增长率 世界经济的增长率 然后还有通胀率的区分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风险的因素 然后这都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然后之后还有像这种三体类的小说 这种小说 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对比和分析 然后这里包括的是我们去问他史强这个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 然后呃我们的模型可以比较好的去回答出来这个史强这个模型 他和呃逻辑之间的关系啊和庄严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种结合了具体的例子 然后最终最后一个总结是说史强这个人物虽然看起来是渺小的 但是他对于逻辑这个主人公的影响 然后间接的去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 然后这是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 然后如果说我们不去给他具体书本的内容 然后直接去问Lama Tour Chat 然后给他这个书的名字黑暗森林 然后去问他整个啊史强这个人物还去问他史强这个人物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的话 然后他就会给出一个更加笼统的就是没有那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然后大概是去介绍了一下史强这个人物在整本小说中的一些这个有宏观的 然后highlight low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吧 然后不会像前面这个回答一样 我们的模型的回答一样这么具体 然后到此为止呢 我基本跟大家分享完了我的这个工作 Long Laura和Long Alpaca 然后包括了说这个数据方法的构建 然后我们开源了方法部分的包括从训练测试 然后还有数据的收集 然后全部的这样一个代码 然后之后还有我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开源的包括我们所训练的基于Long Alpaca训练的7B13B和70B 然后全套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weight 然后我们还开源了我们所收集到的呃所有的数据 就是刚刚我前面所提到这个Long Alpaca的12K 也就是12000条这种常门的对话的QA的问题 然后我们都把这些所有的工具啊然后数据模型都有一个呃完整的开源 然后方便大家去使用吧 然后去呃可以后续可以去构建自己的一个常门的模型 然后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这个Github的link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hugging face上的呃一些模型的weight 然后这个工作来说对于嗯 Long Context这个领域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就是它是第一个能够开源的去把一个70B也就是700B参数的模型 然后去呃翻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是也是第一个开源的700B参数的Long Context模型 然后它能够去把一个7B的呃模型在一台单独的8卡100机器上面去翻转到100K的长度 然后能够把一个70B的模型去翻转到32K的长度 然后它这篇文章呃我们是发表在SLR2024的呃conference上面 然后是ourpresentation 然后之前呢 然后在一些公开的网站包括peterversecode的 然后包括推特上面 然后还有Github上面都有不小的关注度 呃 而且这个工作除了对于呃长文本身以外啊 在一些其他的领域也有被使用 然后包括一些follow up的工作 然后包括一些基于LM的OCR的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LongContextLongVideo的这种多模态的理解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模型的Quantization量化 然后也都有去跟呃 就是继续去使用我们LongLower这个方法吧 然后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开源的工具包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作 然后之后在未来呢 然后我这里还可以简单去分析一下有哪些方向 然后可以去跟LongContext这个方向 这些工作去做一个延伸去结合 然后首先我这里觉得和一个比较主流的很有可能去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多模态领域大于多模态大元模型 然后对于LongVideo的一个理解 然后像我们实验室其他同学有去尝试 然后这里有这个对于几个小时级别的电影 然后可以去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然后来去问他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是把LongLower去拓展到其他的模态上面的进行训练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此外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方向 然后跟LongContext很强相关的是这个AI Agent 就是现代的AI Agent 他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说他的 reasoning的step长了之后呢 然后他的 reasoning的推理能力会有一个严重的下降 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然后但是他更hardcore一点 然后想解决他还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我们知道对于比较流行的这个AutoGPT来说 然后当他的上下文的内容长了以后 然后他在去后续做推理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然后他的推理能力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然后导致他进入一种循环 然后或者他的方向会去出测 然后这是我认为在Agent领域 然后对于AutoGPT 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可以去通过更好的long contest的训练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结构改进啊的方法 然后来去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的 然后这也是有很有使用性的一个方向吧 然后最后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合作者 然后我的合作者主要是 对这篇文章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然后帮助我 然后我们一起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然后很感谢来自和我一起 一样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然后还有MIT的几位同学 然后来去一起完成了这个工作 和相应的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这次的分享 然后我们期待会在这儿 -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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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